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说居学的精髓其实就是借别人的嘴夸自己 比如说去火锅店吃个火锅 小句的感想就是 走进海底捞店感觉大家眼神都怪怪的 以为有谁觉得我眼熟 直到一妹子上来说你长得真好看 又或者去收银台结个账 就不小心被店员认出来了 哆哆嗦嗦的求合照 本来以为这种雕丑小技肯定入不了私聪的法眼 可是女主角是居静一那就不同了 就在两个月前 居静一因为口罩大小和监店 引发了网友对她的一轮发皮 当时日理万机的私聪也在把王之中穿空上线 点赞了一条内涵居静一变点的微博 而在五年前居学还没有开车散叶的时候 王私聪就曾经转发 并且评论居静一赛的制拍照 说做做的要死 在王私聪评论之后 居静一就删掉了这条微博 但王私聪这番评价 获得了不少网友认同 经常被拿来调侃 不得不说在弟子居静一这件事情上 私聪还是挺成情的 要讨论这两个人之间的渊源 还得从SNH48时期说起 2014年的7月份 SNH48和网络游戏合作 其中一场活动是成员们 带上游戏当中人物的兔耳朵 去王私聪的家宣传 当时居静一并不在场 有传言是私聪点名让他去 但是他不愿意去 不过有人说 居静一只是因为行程原因 才缺席的这次活动 去到私聪家的成员们 给王私聪表演了游戏宣传用的舞蹈 并且帮他安装游戏软件 本来也就是借着王私聪当时的热度 办一场宣传活动 不过私聪却在破核战的时候 给自己打了马 还把自己比作是日本AV男优加藤英 给这样的合照命名为 加藤英专业培训班第一期毕业大合影 被网友描解的时候 私聪又说自己是开玩笑 放出了原版本的合照 SNH48对内有个姑娘 其不过就发了条微博内涵 说畜生就是见人就要 但是因为当时私聪还是 资名网红嘛 国民老公嘛 所以结果呢 是以这个妹子被骂了一顿收场 之后呢 网上又传出了一张私聪 给斯班娱乐开的千万支票 传言私聪要斥巨字 给SNH48总选投票 私聪怒而辟谣发了公开函 否认还放话要让炒作者自食二果 不过这次事件之后呢 王私聪并没有和SNH48闹僵 反而关注了并未出席活动的 居进一时不时给他点个赞 有的赞虽然后来取消了 但是评论也能够证实 王私聪确实来过的痕迹 但是到了2015年的9月份 以做作的要死为端 王私聪的态度就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 每次居进一被查 王私聪都要点赞表示支持 而居进一这边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凑巧 和另外的两位与私聪有关的女生 是走得很近的 在居进一主演的《请思我一双翅膀》当中 两位女配 一个是张雨昕 一个是朱胜一 这两个人呢和王私聪之间都有不少故事呢 张雨昕曾经被称为王私聪的包月女友 2014年的12月20号 张雨昕跟着王私聪出席了万达武汉电影乐园开业 以及汉秀首演发布会 在记者问张雨昕的身份的时候 她爽坏的回答说 我是她女朋友呀 两人恋情正式报关之后呢 还被派到了手拉手亲密广街 张雨昕还被扒出经常晒钻戒 是该品牌的订婚系列 不过短短的十几天之后呢 王私聪就被派到了左右右抱两位美女 身边已经没有了张雨昕的生意 当时有网友爆料 王私聪和张雨昕已经分手一个礼拜 张雨昕获赠一套价值百万的房子 这场恋情呢 更像是为张雨昕精心炮制的成名炒作 2015年的1月21号 张雨昕发文承认与王私聪已经分手 还晒出了房产证明 表示房子是自己买的 王私聪只是帮她装修 分手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经济补偿 从这次曝光女友身份到分手 时间刚好是卡的死死的一个月 而张雨昕也趁着热度进行了娱乐圈 从锐利模特一跃成为了演员 另一位女演员朱胜一和居进一 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居进一主演的戏 总是会出现朱胜一的声音 两个人至今已经合作三次了 关系绑得很紧密哦 在最近播出的《漂亮书生》里边 朱胜一饰演的花魁 蜜小曼 还爱慕居进一饰演的女扮男装的唐生文斌 而朱胜一和王私聪的关系 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厨人 她也是唯一和王私聪正面刚 还刚赢了的女明星 全程嘴炮输出MAX 和王私聪隔空大战了几个来回 朱胜一曾经有个闺蜜叫做潘宇润 和王私聪玩的好 某天王私聪突然转发潘宇润的微博 说朱胜一为了尽上戏出卖了闺蜜 向学校举报她贿赂老师 把那位老师送进了监狱 还说朱胜一本人被老男人包养 辣皮条给男朋友戴绿帽 并且提前否认自己是因为月炮魏国 所以黑他 然后朱胜一就出来转发潘宇润的微博 并且艾特了王私聪大骂王私聪 还整天拿网红枪出来甩 不好好学做生意 整天混迹网红圈 当国民老公实在太丢人 并且喊话王私聪拿证据 然后王私聪又转发了另一个人写的小论文 同样是爆料朱胜一各种月炮棒打款的事件 朱胜一还是死咬住证据两个字不放 让王私聪别拿文字的内容给自己扣帽子 还劝王私聪别带着他的后宫团脑残君 在网上找存在感耽误他上课 实在嫌得没事干上海五角厂万达三楼女厕所只没了 可以去视察一下 持续闹了下风 王私聪终于拿出了点干货 甩售了一张朱胜一和华一高层在酒桌上的照片 结果朱胜一不仅没有闭嘴 还继续转发王私聪的微博 说自己一直穿着老棉袄和别人聊工作 顺便再次提醒王私聪给三楼女厕所放点纸吧 王私聪有图朱胜一这边也有 朱胜一拿出了和潘雨仁共同朋友张瑶的聊天记录 证明王私聪确实有约过自己好几次 他借口要上早课 拒绝晚上去KTV陪王私聪 张瑶邀请他和潘雨仁一起陪王私聪去长白山旅游 他也没去 潘雨仁和要和王私聪一起去三亚海天盛宴 朱胜一说有老王就不去了 很明显王私聪确实直接或间接约了他好几次未果 朱胜一这一章直接把王私聪塑造成了一个对自己爱而不得转而生恨的形象 后来朱胜一还接受了南都娱乐的采访 表示只在生日的时候和王私聪见过一面 还透露王私聪给他的酒有问题 他只喝了一杯就很难受 回去之后还食物中毒了 两天没缓过来 关于潘雨仁对朱胜一出卖闺蜜金上戏的事情 当时潘雨仁说他家人给上戏的老师的八万块钱是结婚礼金 但是被法院判处了是为行贿 至于是不是被朱胜一告密的不可知 但是朱胜一自己的上戏学历确实有很大水分 在网友避问之下朱胜一晒了一张毕业照 但是名字呢是有明显的辟读痕迹的 有网友按照编号去搜 发现对应的是一位叫做王靖文的学生 至于拉皮条赔大款这些呢 王私聪和潘雨仁也拿不出什么实锤 认准这一点呢 朱胜一就把王私聪给告上了法庭 开庭前呢王私聪终于认怂了 称自己只是转发 并要求把潘雨仁和另外一位爆料者也一起列为被告 自己被告还不忘把队友也拖下水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王私聪被判向朱胜一微博公开道歉 当然王私聪肯定是没有道歉的 相反呢王私聪还把朱胜一告上了法庭 说他在采访中诬告自己给他的酒有问题 并且索赔一块钱 最后因为法院寄送诉讼材料的时候 找不到被告人朱胜一 这件事呢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没用了下文 在和朱胜一这场骂战当中啊 王私聪是一点上逢都没站着 反倒白白的给朱胜一送了一波关注度 王私聪骂过的接嘴过的人太多 估计还自己都数不清楚了 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回怼 大部分明星都选择了默默无视 不敢去招惹他 碰上光脚不怕穿鞋的朱胜一啊 算是成了一把恶人有恶人魔的滋味 巨静怡现在反正路人员呢 已经是跌到谷底了 不如是效仿一下朱胜一嘛 王私聪都半方面不关注度那么久了 巨静怡要是再出来回应一下的话 这场戏啊可就好看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众林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